各位, 这段影片终于说一些比较实质的东西 是有关香港影音博栏的流动音响展 我们的展览会大碟 音响罗盘, 究竟今年有些什么歌 大碟已经在我手上 一款是普通的CD 另一款是单层SACD 今集跟大家介绍和听一点 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VivaSound.com 我们举办的香港影音博栏的流动音响展 第四届 60元入场的朋友, 一定会有 就是这张音响罗盘 无论你是walk in 买票, 或者买预售票 60元的票, 一定一定有这一张 这是一款single layer 的SACD 怎样可以取得到这个SACD? 很简单, 就是你买这个套票 160元 就会有齐单层SACD和CD 两个碟了, 160元是两个碟了 我们现在请刘智光老师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届的主题和他选的曲目 今天选的主题是有点有趣的 可不可以叫怀疚呢? 也可以叫个人的怀疚 特别一点, 国人又选了几首 我又选了几首 甚至负责做Mars Ring的Rimund Lo Rimund大师, 我也叫他选了两首 造成了这个Compilation 哇, 罗家英章俊有这一曲真是厉害了 录了一个Original Soundtrack 真是发烧级 所以我希望各位都喜欢 人生得意水尽宽 目是甘尽空对于 天生果彩必有用 青金山尽还福来 沉思曲, 《Meditation》 其实是来自马仙内的歌剧 Tais 在我心底里最精彩的一段 其实就是整个歌剧的结尾 但是男女主角就是进行非常激情的演唱 今年我也选了一首曲 就是我自己拿来试音的 艾拉罗伯氏的巴西巴克风 第二首 里面的泳炭钓的部分 想不到的, 指挥是马连娜 马连娜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 这样而已 但事实上, 马连娜也有些好东西 今年也有马勒 第一, 今年也不是细指挥 是一个20人左右的失乐团 大家用另一个角度去看看马连娜 就是那个乐谱里面的一些重点 日本人, NOJIMA 不是很出名, 但是发少女应该懂得 NOJIMA 因为它是Refense Recording 简称R画行的公司 就是有一支碟, 叫做李斯特的奏名曲 Sonata in B minor 通常有听最流行的那首 Jung La Camenella 做试音的, 自港琴獨奏的 好, 接着呢, 我代了Raymond说 他选了两首 我选了两首 一首呢, 就是Manfest Man's Earth Band 他的首歌呢, 叫做Days On The Road Again 大陆的一个rock music 和音响上呢, 亦都, 质感也相当之靓 那Raymond的第二首呢, 就是 Hannibal的Lights In Your Heart 那是来自Hannibal的最新那个 Unplugged的唱片 很能够捕捉到那种的气氛 和Hannah的音乐那种处理呢 是有一种的 然后又将你拉进去拉进去的魅力 正如刘老师所说 我希望可以自己有一些选曲加入下去 所以有一部份的选曲是小弟选的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听Canton Pop的 就是关淑儀的《可识》 国语版的王吉他, 我们的歌名叫《可识》 这首《可识》是重新编曲的 而这个编曲同样不同广东话的王吉他 亦不同邓丽君的王吉他 但又是一个非常好听的编曲版本 另一首我选的歌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 是这一首的 来自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独立音乐组合 上海姐妹The Shanghai Sisters 第一首大碟 我听完之后就觉得非常棒 我特别是喜欢《玫瑰玫瑰我爱你》 上海姐妹是由三位女歌手组合而成 而《玫瑰玫瑰我爱你》 亦是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去演绎 放松休息 好了,同时的是我选的首歌是伊能打表白 你好婉第三首《玫瑰玫瑰我爱你》 被试取关系 监制的人是很多熟悉的 就是cios вд telefon BING 她不僅提议我 Examiner 更加重要的是她再花时间 用今时今日的武器 将这个歌重新处理过 成为一个2019 Remake 版本 在郭小林 音乐全盛的年代里 其实他的成名作或代表作 从不知基本上肯定就是 这首歌其实后来张国荣和刘德华 都在之后的大碟 都有重唱这首歌 可想而知其实这两位歌手都很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原装正版 郭小林唱歌的版本是最有味道的 而伦敏亮的歌除了歌词之外 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印象中 唱得到伦敏亮的歌 其实可能是这首合唱歌 就是和李国祥合唱的 《总有你鼓励》 希望大朋友小朋友 中朋友都喜欢听 都是唯一一首我选的作品里面是新歌 就是李丽珊 Lisa Lee的《无伤》 其实我觉得李丽珊的声音 我个人觉得有点像陈慧琳 一个歌手他有自己的新歌 是不是应该给更多的歌迷听呢 就算了 《愿我可重演发浪》 《天遂灰》 《我亦无人》 讲到这里 基本上全唱片的十三唱片 已经跟大家介绍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买预售票 预售票是六十元那只 一只唱片 或者一百六十元那两只唱片都可以 已经在画面显示的几个地点 立即有得卖了 现场walk in 这么费 一样可以这两宗票 一样walk in 又可以 不过一百六十元票 每日限量 今天跟大家介绍 《2019 香港影音博栏》的流动音响展 未来会举办 入场买门票 在现场换的这款碟 《音响狼门 2019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们拍片的朋友给我们点赞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的铁铁铛 有新片出,你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未来还会有今年《香港影音博栏》的其他资讯 因为来展览不是只要借碟 我们还会有很多东西看 今年的节目、产品 看的产品、买的产品 和节目都会丰富很多 密切留意 我们未来这一星期的更新短片 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